可是我看到第一位 成大法律的許中興教授發言 他說台電是獨佔事業 是壟斷市場 所以台電不應該有合理利潤 我覺得他可能只學到經濟學上面的皮毛 就是說台電其實是虧損的 但是他的基因績效其實是世界前幾的 我不知道許中興教授是不是共產主義者 但是事實上中國大陸也沒有這樣做吧 我想請注意瑞典不是 瑞典跟挪威都不是靠風力跟太陽能壓低電價 這一點請黃偉哲委員可能要再做個功課 我覺得我要澄清一些政權的概念 我不能放任一些學者教授或是立委在這邊裸黑台電 請尊重主席台 我想公聽會的目的 媒體朋友都在這裡 公聽會的目的就希望有火花 但是各自的論點 但是我想也不要針對個人的人身攻擊 但是論點一定要提出來 但是可不可以提不要用人身攻擊 學術上的互相評價 是可以接受的 什麼叫做懂一點皮毛 什麼叫做要多做功課 什麼叫變態 我沒有講你講人 在座的各位專家各位學者 以及你們所屬的機關 有沒有接受過台電的委託案研究案的 請舉手 我覺得其實公聽會上當然多的是學者專家 理論表面上或理論上 應該是公正客觀的 可是事實上有相當多的學者專家 當然是兩方面都會找人 這個支持台電的 或是不管是朝野黨團 他們都會提不同的人選 但基本一個出發點 如果你做一個學者專家 你本身是拿人家 常常拿人家的研究計畫的 常常接受人家補助的 你的理論工程也就會被挑戰 那今天的公聽會可以看到 事實上是有人 就是說互航互到太明顯了 而且互航互到人家都搖頭歎息 看不下去了 不願意就這個電價公事的部分 好好的去討論 反而是對台電吹捧有加 然後甚至於這個詆毀 或是人身攻擊 意見不同的學者 這點我們是覺得很遺憾的 所以我覺得其實在我們跟主席抗議 要求主席維持這個會場秩序的時候 主席才提到說不要做人身攻擊 那我們就藉著這個機會說要求說 那在場各位學者專家 有誰沒有拿過台電的這個 他或他所屬的機構 沒有拿過台電的補助的 或者是研究計畫請舉手 我們再看看幾位 幾位這個專家舉手 我不是說沒有舉手就一定有拿過 但是有敢舉手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事實上他們願意為自己過去的這個行為來負責 他們清楚的告訴大家 他們絕對沒有拿台電的補助 那講的話 我們覺得其實也可以比較相信一點 那其實我們也希望說 其實在立法院開公聽會很多場 不是只有這一場 立場贊成反對或是各種意見兼而有之 那但是沒有必要在這個立法院的公議會的這個場合裡面 去做一些不必要的人身攻擊或情緒性發言 誰呢 好 來吧 好 我們在這兒 好 來吧